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通话的发源地在哪儿你一定会告诉是在北京 但是其实普通话的发源地是在河北的一个小县城叫软平 我叫郭毅 是一个东北人 我忽然被接到任务说我要当普通话之乡的主持人 我很意外 而且感觉见场的胆子特别大 听说有好多外国人都会去普通话之乡学习 我也会找一个人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 大家好 我叫戴安娜 是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 是一个战斗民宿妹子 我一直对我的普通话还是蛮自俄 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 够 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 你说一个字吗 不光念到我 我们先去的普通话语言体验过 反正咱们先也没去看 就被他们拉去体验那个据说特别专业的录音设备 春 能 rush 还有一点春的感觉是不是 对 春吃 春 春 春 吃 是有时候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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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刎了 回去我们先把这个汉语评和再写一遍 巨王椅 属风流人物 还看清朝 你刚才要准多了 清朝建了以后 这些王公大师没有事情了 到我们这一带 没有人间 谁跑 骑着马跑 把这一串立成庄 就是我的了 所以罗平这些人都是由哪来的呀 都是由北京皇城内来的人 罗平这个地区继承清代皇室的官画 我能理解 罗平画特别皇室 特别正宗 但北京它就是皇城里的话 北京画不是普通画吗 现在的北京画 里边是有一部分北京图语在里边的 比如说这个吞字 省字 儿画 不能说北京画就是普通画 普通画是以罗平的官画为标准音 我们在博物馆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掌板 然后上面特别是讲了这个语音七老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要制定普通画的时候 全国的语音专家去桓平县 金沟囤在小学里面挑了七个小学生 采集了语音 然后最后呢 整合出来了我们现在 全国普遍说的普通画 正好有个郝老师 然后我们就去拜访他了嘛 我叫郝震德 接近75岁 罗平县京都城 镇京都城 我始终说话就是这种说话 感觉挺骄傲 挺荣幸的 您感觉地方话这么好听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是水土 软和水挺有问题 网上说就是柔软 因为中听 当时您采集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五三年 我们就是上课呢 老师带什么进去塞这个人在这拿上听办堂课 把语音读上课文 我读的是那个是龙虎与蛇 就这个 一个龙虎在寒冷的冬季里看见一条蛇 其实就是他说的时候我也是死句挺明白的 就有几多二就是一模糊就过去了 我可怜恶人不变好坏 结果害了自己 其实我觉得郝老师的普通话并不标准 但他确实是被采集者之一 而且他们语音七老感觉就是特别有名 有好多人来和他们合影 中国的呀 外国的呀 每年都特别多 你说这么多人来这个地方 肯定是已经慢慢的开始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 还有流业的发展 后来我们就去找文化站站长郝中菊 听说他以前在北京读书 然后已经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了 是吧 后来听说就是家里面要推广普通话 他就回家了 特别厉害 2013年国家渔委把这个 金沟屯村确定为普通话标准音彩基地的 就要发展语言产业 进而呢就是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文平它这个是一个语言特色吗 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形式可以给它表现出来吗 我们是想让游客跟当地老百姓交流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体验普通话 但是可能是冬天的原因吧 我们在街上并没有碰到游客 我76 我60多 比如我小十岁 文化山山长跟我说 为了发展文化的这个主题 他们村子建了一个普通话一条街 结果我们两个人去看 就是村里面建了一条主路 那条街的唯一的普通话颜色 就是那儿的店员都说着普通话 我们就去了村里现在唯一一家旅馆 和老板娘聊聊 发展普通话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 我是中国普通话之乡 河北金国屯的杨英贤是开旅馆的 现在的收入是以前的几倍 大概得有八倍 八倍 这么多 不但经济好一点吧 就是我们整个村的精神面貌 我觉得都好点了 说话呀 办事儿 好像都有挺有气质的了 尤其是我自个儿本身啊 我原来我挺土气的 不像这样现在 现在我开旅馆也有时间了 自个儿打扮一下自个儿 比原来我觉得强念了 到我们这儿来学普通话的人挺多的 我们这普通话你感觉到了吗 没有厚音 没有邪音 特别正规 感觉到吗 你们 嗯 可以 就是我们这块啥呀 没有好玩的 好好好哈哈的地方 我挺着急的 希望国家能扶持一点我们这儿 我们今天这一天见到所有人 都在跟我们不断地去推荐说 我们这是普通话之乡 这种介绍可能是 就是源自他们自己内心的 而不是说就是上面说 我们要开展普通话 你们每个人都要这么说 就感觉推动了普通话之乡之后 就是给这个村就带来了一个希望 就是不管是老代人 还是新一代人 他们都就是感觉有一种预期 就感觉自己的村 已经开始慢慢发展起来了 很多村落都在寻找自己的破点 它其实就是中国大大小小 发展中村落的一个缩影 所以普通话村其实也很普通 就会让它们儿子 PKZ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